微分的应用之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于可以求近似值 那么它主要是利用割线的斜律跟切线的斜律相当逼近的状况之下使用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顺便加入了其他的东西 就是牛顿求根法 再加上了我们常常在为七分二才教到的泰勒展开式以及马克老林奇数 这些部分来说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求一个数字的近似值